好 新聞的一開始 我們先帶您來聚焦的是政治話題 怎麼現在呢 港督也有所謂的萬安警報呢 很多藍營小雞都說 聽到蔣萬安要來 電話 辦公室的電話都被打爆了 好 我們帶您來看一下 是怎麼回事呢 當然現在包括了 藍營都是積極的在拉台 區域立委的選情 包括了黨內的超強吸票機 台中的媽媽市長盧秀燕 還有這個韓國瑜都有跨區浮選 那現在呢 北市長蔣萬安 也是大家都很希望來跟他合體 希望他可以幫忙拉台選情的 好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的是 在12月9號這邊在台中服選 那也是秀出了廚藝 還有秀福立挺身 立挺台中F4 也就是四位立委參選人 希望可以把他們送進國會 那麼在10號的時候 今天呢 高雄市的黨部主打的是 最帥男神蔣萬安 同樣也是最強鐵錘 好 我們的川柏也要到場立挺的 即將要合體的是 區域立委參選人高雄的這個 區域立委參選人李明璇 跟中益重要車隊掃街 另外也會跟陳梅雅來吃播 參加黃柏林的後援會 也要陪李梅珍敗票 好 其實呢 陳梅雅她就說了 這個消息一出 聽到蔣萬安的消息 要來的這個消息呢 好 基層小基 知道之後呢 服務處的電話 辦公室的電話 馬上就被打爆了 可以看到蔣萬安的高人氣 另外呢 中益仲她也說了 蔣萬安年輕有顏值嗎 那又是好爸爸的形象 當然是非常的加分啊 好 她就說了 其實她的電話也被打爆了 可以吸引到的是年輕族群 為高雄很多焦灼的選情 希望可以補上臨門一角 另外呢 侯友宜的新北市的 競選總幹事李乾隆她也說了 有年輕人的支持度 蔣萬安不輸柯文哲喔 只是沒有像柯文哲那樣話眾取寵 她說高雄勢必會掀起一股萬安旋風 另外黃呂錦竹她也說 川柏讓大家很驚豔的就是 她過去的陸平 整治道路的部分 這個政策是非常的加分的 而且她就是一個穩穩的形象嘛 如果她來高雄 輔選的話 一定也可以替國民黨大大降分的 好 我們持續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包括了蔣萬安 在昨天的時候 她到台中是幫立委參選 江啟成來站台 台上蔣萬安就送了一把金鏟子 好 當然這個寓意是非常的深啦 當然有好運的象徵 另外呢 她也說呢 這個金鏟子正是江啟成 在幾年前送給她的 也是因為這把鏟子讓她連生兩子喔 另外呢 還有三寶 還有一個就是大取代 大家一定很好奇 剛剛為什麼我會送江啟成委員金鏟子 這是有故事的 今年 今年我擔任台北市長之後 我生了兩個蛋 這兩個蛋都跟江啟成委員有關 第一個 我那三寶小皮蛋 其實就是江啟成委員 之前送給我一把金鏟子 我把它放在床底下 今天喔 江啟成委員還特別告訴我 要生男生 這個鏟子要朝上 啊 我真的有朝上 所以真的生了三寶是一個兒子 第二 大巨蛋 江啟成委員也有功勞 因為我以前在跟我太太交往的時候 我們因為遠距離 太太喔 覺得很辛苦 一度想說乾脆我們分手好 我太太當時剛好當啟成委員的助理 後來跟啟成委員在聊的時候 就講到想跟交往很久的男朋友分手 江啟成委員就開導 勸我太太說 哎呀 人生會面臨很多的困難挑戰 你應該好好珍惜 所以後來她挽救了當時我跟我太太的感情 也才能夠讓我跟我太太後來結婚 我太太的支持也才能讓我後來參與選舉 從政後來擔任台北市長 也才能孵出今天的大巨蛋 好 今天早上我們非常開心可以請到 就是高雄的立委參選人李明璇 來幫我們做對談 明璇早安 哈囉 大家早安 美麗的主播早安 大家好 我是明璇 剛看到蔣萬市長真的是非常幽默風趣的談話 待會9點40分的時候 她馬上就會來到我們的高雄 那第一站就是來到我的選區 我是前鎮小港旗巾 那其中一個 旗巾 待會她就來到我們旗巾 待會在9點40分的時候 第一站是在旗巾的獎公感恩堂 那是祭拜的是她的曾祖父 那蔣公的感恩堂這樣子 那在第二站呢 馬上就會到我們 旗巾中州最大的一個廟裡 在廣濟宮 好 那我在宣傳蔣萬市長 今天要來到高雄的時候 讓我覺得很驚訝的就是 大家是很期待蔣萬市長要來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說 就是明璇的選區 高雄第八選區 前鎮小港旗巾其實是 相對來說是真的 在選民結構上面非常綠的一個地方 好 那我一剛開始呢 會選擇說 讓蔣市長要來到我們的旗巾 其實跟我的選戰策略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認為說 越綠的地方就越要去 而且呢老實說我覺得 呃之前我們的國民黨啊 讓旗巾相親都認為說 有點不太重視旗巾 所以我覺得蔣萬市長難得來到高雄 我們這麼一個機會好好地把握 讓他能夠跟我們旗巾相親 可以有辦一個粉絲見面會 所以待會呢 呃我相信 如果說待會我們的直播可以繼續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把鏡頭轉過去給大家看 呵呵 現在蔣市長他剛好 剛下高鐵準備要前往來旗巾的路上 那像我剛剛呢 在我們旗巾吃早餐的時候啊 哇 那個老闆娘 然後包含是 呃非常多的一些經過來吃早餐的民眾 聽到蔣萬安要來就說 好沒有問題 我們大概馬上過去看 所以我相信呢 蔣萬安市長來到我們高雄 肯定會掀起一陣 不只是對民進黨來說是一個萬安警報啊 也會掀起的是萬安旋風 李明選選好嗎 所以我相信呢 在這個最後衝刺期的時候 有這麼多民進級的 呃市長們來到高雄 一個一個來 會對於我們高雄的選情一定會非常有幫助 而且大家都覺得說我們高雄很綠對不對 沒有喔 我們到這一次的選戰 我深刻地感受到 人民是非常需要 很希望很渴望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相信 蔣萬市長來幫我們的高雄選情 接下來他們一整天當中 會幫我們所有的候選人 都走一輪來拜票 相信可以幫我們催出非常多的年輕票 還有父母票 因為他是我們的男神市長 好 非常感謝明璇的解析喔 另外想要追問明璇的就是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蔣萬安市長 他在這次大巨蛋的聲量嘛 好 因為他議題的關係 讓他在年輕族群這一部分的聲量是蠻高的 另外剛剛您提到說 在高雄受到很熱烈的歡迎 那我想要請教您 在當地的觀察 在中間選民 尤其是在年輕選民的這個部分呢 對於這個蔣萬安道 當地的輔選 是不是真的有加分的效果 想聽一下民選的觀察 當然會有啊 高雄不是只有靠基本盤 民進黨我覺得有點太小看 那個高雄人 當初韓國瑜怎麼樣翻轉高雄人 靠的就是中間選民 包含這一次的選戰 我們待會下一集會提到說 關於就是年輕人的部分 你就會發現到說 這一次的年輕人關心的是什麼 關心的是國安的議題 關心的是兩岸的議題 關心的是房價的問題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真的做得不好 那麼現在呢 那腳亂上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可以觀察到 非常多在我的臉書啊 跟我的IG上面 因為我就會提小宣傳嘛 所以那些 你知道最小的是 連國小生欸 都會給我留言說 天啊 腳亂上見啊 你也太厲害了吧 所以它真的是 我們的一個明星牌 在最後這一週的時候 這樣出來 我真的會覺得說 對於我們年輕選的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而且最主要就是 年輕人已經發現到說 不能夠再被民進黨騙下去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頂著